ShedGPT告诉你,是世界各国在减少烟地垃圾方面引用的一些方法 1.加强环境教育 提供公众教育和宣传活动 增加对烟地垃圾对环境的危害性的认识 澳大利亚 推出教育计划 提高公众对烟地垃圾的认识 日本 进行宣传活动 加强对烟地垃圾影响的教育 2.提高烟地回收率 建立回收设施和计划 鼓励吸烟者将烟地放入专用的回收容器 加拿大 建立回收设施和计划 鼓励吸烟者回收烟地 新加坡 推出回收计划 提供专门的回收容器 3.强化法律法规 制定或强化法律法规 对乱烟地进行罚款或处罚 以增加人们对乱烟地的意识 法国 制定法律 对乱烟地进行罚款 韩国 加强对乱烟地的执法和处罚 4.提供合适的垃圾设施 在公共场所设置更多垃圾桶 包括专门用于丢弃烟地的垃圾桶 美国 在公共场所增加垃圾桶 包括专门用于烟地的垃圾桶 荷兰 设置垃圾桶并添加专门收集烟地的过炉装置 5.鼓励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烟地 推广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烟地 这样即使烟地被乱 也能更快地分解 8.推广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烟地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瑞典 研究和开发生物可降解材料 用于制造环保型烟地 6.禁止吸烟 在特定公共区域实行吸烟禁令 例如公园 海滩和户外用餐区等 加州美国 在许多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吸烟禁令 印度 实施吸烟禁令 禁止吸烟场所超过特定人数 7.环境友好烟地处理技术 开发和推广环境友好的烟地处理技术 例如使用特殊的烟地收集设备 加拿大 研究和推广烟地处理技术 例如使用烟地收集机 8.合作伙伴关系 与烟草公司 市政当局 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解决烟地垃圾问题 英国 与烟草公司合作 共同解决烟地垃圾问题 台湾 建立与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开展烟地回收活动 9.建立回收网络 建立广泛的烟地回收网络 包括回收站点和回收计划 以确保回收烟地的有效处理 纽西兰 建立广泛的烟地回收网络 包括设立回收站点 德国 实行扩大回收计划 提供方便的回收设施 10.社区参与 鼓励社区参与烟地垃圾清理活动 例如组织清洁行动 环境志愿者活动等 提高社会对烟地问题的关注 英尼 鼓励社区参与烟地垃圾清理活动 提高公众意识 南非 组织环境志愿者活动 清洁烟地垃圾 这些国家的做法 是为了应对当地烟地垃圾问题 而取得具体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 不同国家的政策和做法 可能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 并且 这些例子仅代表其中的一部分 经历year经历的 对TES